爹 把我扔下去 看你往哪儿跑 你们干什么 放手 走 放开 走开 你们干什么 放手 快走 滚 滚 没事了 一切都会过去 都会好起来 来人是谁呀 竟然这女死地 看来你活着 让某些人感到不安了 主人 你说什么 也许你该问一下这个李小姐 她的仇家太多 可能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谁要动手 你走开 尊严比性命更重要吗 我很感激你救了我 但我不预备听你的教训 为何要拘人于千里之外 你忘了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就是一滩扶不起的烂泥 是 我对你 太过于严苛 但是请你不要剥夺 我弥补的机会 至少我回来了 还从要杀你的人手里 救下了你 你早就回来了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救我 我并不埋怨你的迟疑 因为我不敢相信 有人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人去死 你到底在说什么 下山的路只有一条 那两个人来势汹汹 你这么精明不会猜不到 偏等到最后一刻才出现救我 如此煞费苦心 是要我感激你 不错 我很感激 但我更觉得恐惧 因为你的眼中 只有利益和算计 让你看出来了 我该怎么办 道歉吗 我来 你能不能看轻一点 只有我能够帮你 你是在提示我 低头更有力 实时不只为俊杰 很抱歉 我欠你的钱 早晚有一天会还情 但我不会连自己的灵魂 也一头卖给你 没我的帮助 不管你如何挣扎 结局都一样 彻底完蛋 你我无话可说 不 主人 要么 变成涅槃的凤凰 要么继续做一条可怜虫 不过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这个世上 他唯一需要的只有我 来 让一让 让一让来 麦草鞋 让一让 麦草鞋 让一让 来 谢谢啊 您真是个好人 谢谢大小姐 你们这是干什么 谢谢大小姐 快起来 洛飞大小姐找人替母亲看病 她可能早就不在了 您的大安大德 艳于莫尺难忘 您可是她娘俩的救命狠人哪 好 掌柜 这些东西 值多少钱 这个镯子层次还不错 可惜有磨损 这样吧 给你二十个不必 加上这两个破烂玩意儿 一共给你三十个不必 这个镯子 晶莹成透 品质上乘 价值至少三十个倒闭 掌柜眼睛不眨 就说二十个不必 你是在欺负我不懂行吗 还有这两个手势 加起来至少十个倒闭 姑娘 我们这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 一个愿卖一个愿买 您要是不应价的话 收铺 来了 请吧 姑娘 这样通透的清白玉 最难寻 掌柜一转手 就可以卖出五十个倒闭 却跟我一个落魄女子 斤斤计较 算了 这样的铺子 我不来也罢 等等 价格还可以商量吗 这样 全部加起来 我给你三十五个倒闭 我给你三十五个倒闭 五十倒闭 确定它是在这儿 是啊 主人 这寒滩街上 大本的珠宝铺 都是吕家的 掌柜说起这事来 我就派人 悄悄地跟着他 亲眼见他 进了这间草包 其实主人啊 您如果要逼着他回头 您大可以 延令所有铺子 铺收他东西嘛 没有吕家有别家 何必妄作小人 不过 这锦衣玉石的吕府部柱 跑到这种地方来 她到底要干什么 我也糊涂着她 从昨晚进去就 母亲 大小姐 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千万别这样叫 你说我这样的身份 实在受不起 我这一生都亏欠延远 今后您便是我的母亲 来 先把药喝了 来 送前面 这是什么 好怪的样子 听闻处女近日 将周王室宫中的胭脂染 当成装饰 你不知吗 胭脂染 难道他们不知 这是公妃们的把戏 胭脂代表月事 好方便让君王宠信啊 好啊 当了公子父果然了不得 竟敢拿我取了 对了 近日怎么没听到 你那大姐的消息啊 都是已经被驱逐出去的人了 小姐们何必理会呢 背后梦要说人是非 诺 先前传得风风雨雨 说她要嫁给余思寇做填房 后来婚事莫名地就不成了 不久又说跟人私奔 此事可当真 看来这传言果真不虚 总归是我的长姐 哪怕她做了再多的错事 我又怎能落井下石呢 秀玥啊秀玥 你们子女不分嫡数 都是一般教养 但你父对她宠爱过甚 亦是大不应当 现在好容易她自己犯了错 你可别犯糊涂啊 人人都夸她容貌俏丽 她们是没有见过公主呀 那才叫名誉生辉 一胎万方 保管她李浩兰见了 也要自残行贿 小心不要不要 来 看 姐姐姐姐 我还以为自己演花呢 原来当真是 好端端一个美人 卖的这是什么呀 草鞋 我记得当年你的鞋子 莫不用小鹿皮锦端鞭炒 怎么沦落到如此地步 你呀你呀 贵贱有别 何必挖苦 她们会不会有什么仇 走开 好大的脾气啊 数日不见竟变得如此粗鲁 谁家女儿这样说话 我说你卖草鞋能赚几个钱啊 你若来做我的婢女 每月给你五个步笔 不如来我身边 我给你双倍 也好过你风餐露宿 衣食无浊呀 两位姐姐 让她走吧 咱们的酒宴还未结束呢 上楼去吧 秀玉 你可真心地善良 她不但连累了李家的名声 连你的声誉也一并垫入 这样你也可以原谅她 两位好姐姐 你们就看在我的脖面上 上楼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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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额头流血了 站住 往哪儿跑 你们是什么人 他还好意思问我是谁 李浩岚 你前些日子让瑜伽颜面扫地 你竟然连正经的苦主 都认不出来了吗 你是于司寇的 司寇家的大少爷 还不下归认错 我可受不及 原本我还得叫一声树母呢 哪儿跑了 你给我 可怜那可怜 堂堂御史之女 竟然如此落 竟然沦落成街头小贩 还给我 如此辛苦 早知道就应该乖乖地进瑜伽呀 哦 我给忘了 父亲 应该不会让你再进瑜伽的门了吧 倒不如 本少爷 那你做个妾如何 来啊 放手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好大胆子 是你欺人太顺 男人 给我绑了他 谁敢 你工人与人私奔 还遭家族遗弃 你现在已经不是玉石千金了 我纵然在这儿杀了你 也不会有人敢多言半句 你你你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不养性无力啊 不过你这是要当街寻凶吗 离少爷 君子无故 欲不去世 寒淡的贵族少年 谁不是腰配芋头剑 可于少爷 连把匕首都没有 可见时常犯错 被夺了配剑之权 今日你若纵情任性 闹事杀人 明日定会轰动整个赵国 你敢威胁我 令尊纵横官场 力敌无数 少不得被参个 纵子行凶的罪名 是 自古行不上大夫 他是不必去公堂受刑 却要到王上面前 跪拜自财 若大一个瑜伽 轻刻间便会土崩瓦解 你 你为言耸听 不自量力 可笑 你太可笑了 可笑 千丈之堤 以蝼蚁之学愧 白痴之势 以突袭之烟焚 于少爷 你试试看啊 看我这个小小的蝼蚁 能不能撼动参天大树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啊 来啊 你来啊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啊 大少爷 别怪的人越来越多了 咱们快走吧 快走 快走吧 你给我等着 走 走 你等着 让开 别让开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姐姐没事吧 姐姐不想知道自己母亲的墓在哪儿吗 我母亲的师身何在 父亲仁慈宽厚 知道庶母太过伤心 神志恍惚落井而死 便命人将她的尸首打捞出来 好身安葬 葬在何处 姐姐 你真的想知道 我母亲到底葬在哪 从前你都是温言细语 说话大点声 就好像能把你吹跑似的 怎么如今 倒是变了一个人啊 暴躁又无礼 你这是求人的口气吗 怎么如此的气势汹汹啊 修玉 姐姐若不是真心想知道 庶母的所葬之处 我当然也不勉强 我母亲到底葬在哪 你告诉我 她在哪 我可看不出 你有半点的诚意 修玉 我向来知道 高师不喜欢我们母女 可你和我 打小一块长大 你六岁落水 是我救你 你七岁学秀 也是我教你 你十岁 从台阶上摔下去 我替你垫着 右手骨节至今已已作痛 每次高师刁难 也是你通风报信 设法转还 甚至陪着我一块挨发 可如今 你和我反目 就为了区区一个男子 不如 你给我跪下吧 如此母女情深 为自己的生生母亲下跪 也是理所当然 而且 我是真的很想知道 向来骄傲的姐姐 给我下跪的时候 我会是什么感觉 舍弃不了自尊心吗 你告诉我 我娘到底葬在何处 我求你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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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在你这儿 休云 你刚刚明明答应过我 这是祖母留下来的玉佩 夫妻却给了你 你和我同时离世女儿 夫妻却视你如真报 我和你一同学期 师父都对你亲囊相守 我对公子亲心爱慕 他却欣任于你 为什么你早告诉我 珠宝玉琪 宠爱男人根本不值一天 我可以把一切都让给你 你为什么要杀害我母亲 欲为不识借来之事 我欲之 必夺之 小月 我母亲到底葬在何处 我 求你 去李家墓园看看吧 只不过哪有老铺守着 你未必进得去 大小姐 李家墓园什么地方 坏了事的人还能葬在这儿吗 是 家主先前啊 是把她送过来了 可没落葬就被族人给驱走了 我劝你啊 紧走起步 到乱葬岗看看吧 王儿 我对不起你 希望你在九泉之下 谅解我的难处 父亲 浩兰 浩兰 你还活着 为父真是 真是心痛死了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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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你的额头 你 你不是为他们 你是怎么 父亲不问我为什么和人私奔 来这以前 我一直抱着一线希望 父亲一定是不知实情 才眼睁睁看着母亲屈辱而死 才看着我被人羞辱而无动于衷 可是从刚才到现在 连一个字都没有问过 所以 你知道我没有和人私奔 也知道我母亲被他们活活溺死 这件事 女儿你受委屈了 但是浩兰 我还必须向余家做个交代 否则为父的好名声便不复存在 家族也会因此蒙羞 对不起 浩兰 你就 你就当时为了父亲 为了李家 我想你保证 一定会尽快想办法 让你恢复名誉回到李家 相信父亲好吗 可是你能为我一个生生母亲吗 十八年前 你出使楚国 陆遇劫匪 外祖救了你 将亲生女儿许给了你 还让我母亲千里迢迢随你归正 可婚后不过半年 高氏便看住了你 我母亲本是明媒正群 正因为在赵国毫无根基 便被李氏足迹逼迫 由其贬倩 如此羞辱母亲都忍了 你想一想 他若到大街上嚷一句 一个贬妻为妾的人 禀姓何等败坏 您还能当上赵国日史吗 当年高堂尚载 我也 我 我也是负命难违 卑鄙无奈啊 可正因为我愧对你娘 她 这么多年来 为父一直在想办法 来弥补 您很爱护我们母女 但您的招福 抵不过高米的嫉妒 这些年来 我母亲表面风光 可背后受尽了千百倍的折磨 即便是这样 她依旧痴心不改 相信你那句白头偕老的承诺 好了 你看这么多年 无论从赤穿用途方方面面 你不都和秀玉一样吗 何必再以这个敌术之名呢 切合买者 剑同公物 果真一样 我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 女不言复过 可女儿还是要斗胆说一句 您违背昏盲 剥夺了我和我母亲应有的名分 更默许了高敏对我们母女的戕害 父亲 您太自私了 我有我的苦衷啊 冤大的苦衷 能挽回我母亲的性命吗 那你这 这 这为人儿女 有这么跟父亲狡化的吗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算学系相馈 于强相从 则父母国人皆见之 你自己知道羞耻吗 父亲多次请公子交过府 您想要青云直上 恶致高敏的气焰 可惜啊 全部落空了 你真不知所谓 父亲 我曾经犯下的错误 我自己纠正 你怎么会这么绝强啊 都到了这种地步 你还不肯低头 我低过头 我哀求 忍受 下跪 可是一切都没有改变 所以不会了 你到底下干什么 以后 我再也不求任何人了 绝不 你 你 你 一群废物 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大少爷 那丫头牙尖嘴利的 不好对付呀 更何况光天化日之下的 咱们也不能把事情闹大了呀 那你们就这么容忍她羞辱我呀 大少爷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那丫头无依无靠 无权无势的 还不是在您手里捏着 怎么 你有什么想法呀 我刚才打听过了 那丫头 现在寄居于西城巷的一间破草棚里 如果您想报仇 好 说说看 那少爷 你母亲的病本来不严重 可是她一直拖着 这拖得并如膏肓啊 大夫 请您一定要医治好它 我这儿有一幅好方子 其中有一位人参 价钱很高 当然 您也可以选择 用普通的药袋治疗 至于能不能治好 那就得碰运气了 大夫说什么呢 我的病都快好了 不要乱花钱 大夫 求您救救我母亲 医药费 我会想办法 好 公公 公公 走吧 公公 公公 你没事吧公公 公公 算了吧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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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谢谢公司 谢谢 谢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多谢 王孙 王孙 该走了 晚上还得赴宴哪 走了 王上王后到 我先走了 恭迎王上王后 先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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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延礼 谢皇上 王将 桑 前 不 他 不是 来 请 来 请 来 请 黎御史 还为恭喜你 得了一位家序 于此口 谬赞 谬赞 跳得很好 赏 谢王上 慢 王孙 王孙 王上 王孙 今年春秋几何呀 王上 义人 王孙啊 你还不明白吗 王上 是给你签梅呢 回王上 义人客举他乡 漂泊不定 实在不敢拖累他人 以王孙这年纪 若是在秦国 早就齐切成群了 倒是我赵国 耽误了你呀 义人不敢 有何不敢 你认为今日大典之上 有无忠义之人哪 好 今日 寡人就为你做主 此女 如何呀 臣几番问王上 讨要这些美人 王上都不乐意 没想到 今日王孙 算是有运气的了 王上 我不愿 不愿 为何不愿 一介至此 不足挂齿 王孙啊 你瞧啊 不是寡人舍不得美人 是美人 不稀罕你呀 多谢王上 是一人无福消瘦 帮忙 王上 多谢王上 应何变色 这 秦派使陈来求亲了 求亲 лишь 想让公主亚当王孙妇 敢问是哪位王孙 王孙子夕 原来是他 这位王孙可是安国君 最闯爱的儿子 正是 秦人已经送来大批礼物 作为诚意 不日就会赢取 秦与我赵素有征战 这秦人又阴险狡诈 野心蓬勃 这婚娶之事 或许别有目的吧 这不明摆着 一头要吞掉大象的狼 怎么可能变成温帅的羊 王上 这秦人 大张旗鼓地送来了聘礼 和聘书 说明他们势在必得 公主亚尚未婚配 王上一旦拒绝 很有可能就受人以禀 秦人若以此发难 不利于黎民百姓啊 按说女大当价 可这么一块上好的羊肉 便宜了恶狼 听不到一点儿响动 寡人心里甚是心痛啊 王上 王上担心的是 公主亚美貌出众 声名远播 又有一颗聪慧的头脑 若是真嫁于秦 受宠于秦王孙 于赵 未必是件坏事 你还敢说这是好事 王上 您难道忘了 离山之女的旧事了吗 这声侯之女 是先嫁于荣须轩为妻 才有后面的 忠裕归舟瓦 公主和亲 既能缓和 赵秦二国的纷争 又可进一步地 离间和策反 若是公主亚 能左右王孙子夕 再生下个继承然 王上 您便可 掌控大半个秦国呀 有有有 李浩兰 你给我滚出来 李浩兰 你们是谁 我是谁 你把李浩兰擦哪儿了 把她交出来 不知道 坐 给我让开 李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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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让开 你给我让开 李浩兰 李浩兰 少爷 我 火 少爷 怎么办 快点让开 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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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哪 少爷 少爷 怎么办哪 快点 救火了 快来救火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救火呀 怎么办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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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发的瘩 我 你都干了什么 他的眼睛会不见啊 我不是鬼人 你给我让开 救命啊 母亲 母亲 不许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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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长 掌柜说你把玉佩卖了 我想你一定出了当事 父亲 世事如此 顺他者昌逆他者亡 死死抱住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根本无济于事 跟我回去吧 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不许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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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邯郸城这么大 千娇百妹的美人 抚养皆是 您为什么要在一个人身上 花这么多力一起拿 是啊 为何偏偏行中他呢 似李浩岚这样的人 会心甘情愿受主人操控吗 混蛋 混蛋 父亲 你为什么打我啊 你自己心里边应该很明白 父亲 我那是为了给咱们瑜伽出气 那个臭丫头突然间逃婚 您那一面何在啊 都让她给丢尽了 你个蠢货 出气有那么个出法吗 你现在弄得满城风雨 你是想让全寒丹的人 都笑话我吗 我只是想找一下她的麻烦 谁知道会闹成现在这样 你连我现在怎么打你 都不知道 你真是蠢到家了 要干 就干得干净利落 现在你已经杀了人 就应该好好的善后 父亲 儿子知道错了 但儿子做这些 可都是为了您啊 儿子对您可是一片孝心 结果我想为您解解气 谁知道弄巧成拙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不过是因为风大 一时湿了水 死了一个瞎眼的老婆子 我已经安排妥当了 不过你给我听着 这些天 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待着 如果再敢出去惹事的话 我只是想要避免 有什么回事 空大 已经否判了 王孙这琴奏得真好啊 改日宫廷宴会上 您可以奏给大家听吗 是不是 跟你说话呢 不过是个街下囚 整天装情高 主人公主亚求见 不见 我说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 这王上最宠爱的公主你都敢不见 我跟你说话呢 公主来了 退下 是 义仁 父王说让我嫁给你的兄长 前王孙子夕 义仁